大家好,我是Brian B7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樣去洗豬 大家都知道,玩了Mostar Underworld一段時間 其實裝飾品的豬是很難去打到適合心水的 例如你組裝一套裝,想發動技能 但那些技能就不夠等級 你便要用一些護石或裝飾品豬 去幫你發動整套技能 但平時你們打的那些歷戰任務 就很少會出一些靚豬 即是調查中指示這些歷戰任務 真的很難很難去出一些靚豬 除非你很好運 所以我今天打算跟大家分享一個 可以令到你知道你會洗到什麼豬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這個古代龍人煉金的方法 應該前面這個神秘煉金研究完 你按了它之後,它便可以幫你煉金 包括還有一些道具的煉金 裝飾品的煉金 這些只不過是換一些普通的裝飾品 好,重點就是這個古代龍人的煉金信 它需要的素材就是由手邊的龍脈石 例如是Lv.1的碎片 Lv.2的龍脈石 Lv.3的大龍脈石 換言之,它也分了三級的煉金術 大地的煉金術是需要碎片 它需要的點數相對比較少 但其實它換的豬是比較低級 比較低級的 相對地,我們現在要不停不停洗豬的煉金術 就是龍脈的煉金術 它需要400塊,一顆 它也需要大龍脈石做必要素材 好,重點就是我怎樣去洗 怎樣去知道你會煉到什麼豬呢 其實這個monster in the world 暫時來說,用煉金術和洗豬是會有一個方法的 它是,譬如你練十次 它這十次的pattern是會完全一模一樣的 換言之,你練了十次之後 你知道這十次會出什麼豬 那你會去fack,nose save 之後你會去打任務 那你可以用一個最低的時間成本 素材去練到你想要的豬 那初步就這樣說,大家可能不太明白我講什麼 那我現在試做一次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就用這個龍脈的煉金術去練三顆豬 那,譬如我去用... 那它也要用一些point 去練三顆豬 那它現在的總共需要 三十六就一顆 三十六point才一顆 那就要三顆吧 那我首先就會用自己本身的裝飾品豬 去做一個素材去換一些point 譬如攻擊豬一顆 就可以換到六十四個point 那如果用兩顆的話就會爆了 那所以我會用一顆 然後再搭一下其他不同的小豬 譬如這些低Rare一些的 就四point一顆 對了 對了 OK 那現在就剛剛好齊了三顆豬 那就有108point 然後選好了就練金 那它是一強行會幫你save 所以你一定... 對了對了 提醒大家 記得做這件事之前 一定要先把這個save 先把這個save 那怎樣 backup呢 相信應該很多人都知道的 但是不知道那些呢 你們其實可以去... 按ps鍵 去到home畫面設定那裡 那會有一個... 應用程式管理的 那那裡你選上 再上載上去你的psn 那個雲端那裡就可以了 對了 那平時你設定了自動upload的話 其實如果你待機的時候 它都會自動幫你upload 不過呢 做這個洗澡的動作之前 你一定要自己手動去backup 先 無論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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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說回這裡 那我現在做了第一次的煉金 練了三顆珠 那它會是... 練了三顆... 古老... 古老... 好像叫古老珠 啊... 那之後呢... 因為這個呢... 就暫時來講 練金最高rare 所以呢... 就一定是這三顆珠 好... 那現在呢... 就練了三顆... 即是已經鑑定了啦 包括潛伏珠 爆絲珠 和快吃珠 那... 這個... 次序呢... 就要麻煩大家了 記住... 記住... 你無論是找紙... 筆... 寫下也好 用電腦去用Excel表去記住也好 最好用電腦啊... 或者用電子的記住 寫下也OK的 那呢... 就由現在這一刻開始記住的次序 那現在是第一輪... 第一輪... 就是這三顆珠 OK... 那你練完之後呢... 就... 練第二輪... 對了... 那你練完第二輪之後呢... 你會見到... 又是強行Save啦 那你會見到呢... 第二輪的珠是什麼 那麻煩又再錄下它 對了... 看到是內屬珠 防陰珠 破龍珠 OK 那當你錄下了... 譬如你做十次 那你錄下了之後你會發覺... 哦... 原來我第八輪... 是有我自己想要的珠的 譬如... 是超心珠 那我應該怎樣做呢... 對了... 那... 如果... 你想要第八輪... 譬如第一顆就是超心珠啦... 那你是需要去做任務... 或者去練金... 去推進回之前一至七的... 一些練金的排程... 那好啦... 如果我練金術怎樣去推進它呢... 譬如... 我現在還是第一輪... 那我呢... 可以選擇大地的練金術啦... 那... 只需150塊... 那這個是懶人的方法啦... OK 那如果你多素材的話... 那你需要提查點150塊... 那你需要提查點150塊... 接著之後... 龍脈石的碎片... 一塊啦... 然後呢... 可以選一顆你多了的裝飾品珠... 去練金的... 那你呢... 你可以去選一顆... 呃... 隨便一顆... 那... 其實只是需要... 啊... 看一下... 是需要12個point的而已... 那就是... 換言之你選3顆4point的... 已經可以換到1顆... 維養的寶珠... 那維養的寶珠是最低RAR的嘛... 那也都是所需的數場最少... 那捏一顆就OK啦... 那你連完一顆之後呢... 它就會幫你... 由第1個排程... 推到第2個排程... 好了... 到這裏... 不知道大家還明白呢... 那譬如你有一個表啦... 剛才抹了... 你run了10次的... 練了10次的練金術... 那你... 第1個排程呢... 3顆練了都是毒珠來的... 第2個排程呢... 全部都是... 麻痺珠來的... 這樣... 那你... 如果你在這裏... 練了一個大地的練金術... 那你就由第1個... 全物毒珠... 成功推到... 第2個... 全物麻痺珠... 這樣...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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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那你... 要... 那你... 要... 去... 一路滾下去... 那... 而最低成本呢... 就是這些大地的練金信... OK... 那... ... 那... 如果你... właści沒那麼多數材... 那怎麼辦呢... 那你 А... 那麼你可以... 去 family 了 呢... и... Job 帮人形的... 去做任務去推進... 嗯... 而做任務有什麼選擇呢? 我個人就無所謂了 你可以一直打你的力戰 一直打你的金銀的調查任務 可以一直推進 當然也有些任務是比較快捷去完成的 當中包括了之前其中一個拆錢的任務 就是這個料理掌的興奮期待交過的位堂 它是需要古老化石四個 有條路由營地一開始轉右 很快已經有三個古老化石的採集點給你採集 一定是有齊四個的 所以在任務內兩分鐘就完成了 你可以用任務做任務的方法去推進排程 由第一回合推到第二回合推到第三回合 對了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也是非常重要 做任務去推進排程 有一個弊病就是 它是沒有一個非常固定的模式 譬如我做完第一次這個任務 它推進了1 它第二次可能會是做一次任務推進2 但是呢 但是呢 它做三次任務呢 就一定是推進了4回合的 對了 如果有不明白可以留言問我 那我再說一次 這個任務推進是沒有一個很固定的模式 主要來說是有三個 分別 你頭三次任務 它會是推進1 1 1 2 譬如第一次任務推進1 第二次任務推進1 第三次任務可能是推進2 那另外還有兩個方法就是 可能是1 2 1 這樣 亦都有可能是2 1 1 這樣 OK 那換言之呢 你做三次 它一定一定是幫你推進4回合的 這個就肯定的了 一定是推進4回合 所以你每一次呢 用4回合來做一個 一個 做1 Z 這樣就會比較好 好計算的 那如果 你想去 你的超心珠 或者你想要的珠 是 4回合中其中一 1 難 而不是頭 亦都不是味 那我怎樣可以拿到呢 那你可以用回我剛才的方法 譬如 你在 4回合當中 排第2 排第3 第2回合 第3回合 已經有你想要的珠 那你呢 就只需要 在這個連金唇裡 用回我剛才說的 第一個 大地的連金唇 最便宜的 這個連金唇 隨便練一顆珠 那就可以幫你推進1回合 這個就一定一定是1回合的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到你 心目中的1回合 如果你是第2 第3行 最好就真的用這個大地連金 去推進1回合 1回合 1回合 那 暫時 那 你們 記得 一定要 先把你的 回合 因為它每一次連金都會幫你 回合 你要 回合 之前的回合 才可以回落 你本身沒有練過任何珠的情況 對 那 當然 你很多試驗 都需要回合 那 還有 剛才說的 要回合兩個地方 就是 有些 可能 勤力一點的人 懶人 就是用這個練珠練感水去推 有些人可能真的不想用練珠 真的想做有武去搏 那 我是不是說 做3次有武 各有一次推一次推兩次的機會 有些人可以這樣試 試完之後再回合 如果不是自己心目中的推進方法 就回合 那 記得要記錄下你第一次測試 去測試 第一至十輪 第十至二十輪 那些 排列的方式 即是出珠的方式 那 記得Backup save 大概都是這些 那 那 這個方法 可以令到你 知道接下來 你會有些什麼珠 而可以 就著 做任務時 就著去練習你想要的珠 那 這個方法 應該可以快些 令到你 集齊所有不同的裝飾品珠 去發動你們的裝備技能 那 那 就 大致上 都是這樣 如果 大家 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可以在留言 那裡問我 是的 就是這樣 好 多謝大家的收看 Thank you 拜拜